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 7月22號禮拜一的裁員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不錯 為什麼 因為它在創近期的新高 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個指數呢 今天的盤勢 它開小高之後震盪走高 目前漲了快70點 你會發現到 當台股今天一漲起來 在創新高 之前台北股是將近區間盤整了一個月 結果反而在上個禮拜五到今天呢 整個指數都在衝高 那既然台北股是今天再創新高 那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注意看 指數創新高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從融券來看 融券近期都一路在大增 那到目前為止是72.2萬張 而且已經是創近年以來的新高 它不只創近年以來的新高 融券單現在創102年以來的新高 現在是108年嘛 那將近差不多6年來的新高 那各位當今天指數在創新高 那你會發現到空單是從低檔 一路增加一路增加一路增加 那代表什麼空單全部被嘎 空單全部被嘎 好那你再仔細看一個東西 如果我從融資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台股從去年11月份以來的融資水位 到現在為止你說有增加嗎 有但是增加不多對不對 那也代表著說到目前為止 整個空手散戶空手的狀況 它非常的明顯 但是你空單又在創102年以來的新高 所以我今天測標寫得很清楚 嘎空它正在啟動當中 那嘎空手也嘎空單 那尤其近期的空單 我還是要跟各位說 你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是比較偏執意放空的 我建議你啦 你空單還是要補 不補不行 那為什麼 因為最近除息嘛 在除息之前已經一堆的空單被嘎了 那你會說 我針對那個除完息的我去放空 你要記得後面還有除權 到時候除權還是要被迫回補 所以呢當指數創高 台北股市的空單創新高 現在嘎空它正在啟動中 好不好 重點是台北股市今天創新高 有沒有機會再去挑戰今年的高點 11097 那到底這樣的牌 它會怎麼去走 好那各位 整個台股的走勢 我們都提早在我們的LINEX裡面 來幫大家去做規劃 你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搞的台北股市一個月要漲不漲的 國際股市好像也沒有那麼的強 那為什麼你台北股市能夠走高 好各位 早在一個多禮拜之前 我們已經跟他預告了 好你繼續看 7月17號應該說7月16號7月17號 當時我們就有跟各位講過 7月下旬啊 它會再攻一波 而且當時我也跟各位講 空單越高啊 你多方就越穩定 有沒有 你會發現好像空單一直在創新高 多方很穩啊 沒有讓你看到什麼爆量下跌啊 但重點是7月下旬會再攻一波 好那為什麼7月下旬會再攻一波 好各位 我在上個禮拜 我們的LINEX的首頁裡面 我已經把台股有沒有機會 去挑戰今年高點的一些重點 我全部寫在LINEX首頁裡面 那時候我針對幾個重點 我說幾個有利台股挑戰 我們今年高點的重點分析 12345 這五個重點啊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去看的話 歡迎你到LINEX首頁裡面去看 因為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是 這個禮拜的重點好不好 那這個禮拜重點在哪裡呢 上個禮拜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因為到7月下旬 你台北股市好會再攻一波 因為跟摩台結算有關嘛 那摩台結算在下個禮拜二 那也代表說好像也快到了 沒有差多遠啊 那這禮拜的重點在哪裡 既然你要摩台結算了 指數要拉高 那當然跟全值的個股有關 那各位仔細看 如果我們就從全值的個股裡面來看 當然台積電是一個重點對不對 除了完息之後呢 填息之後呢又再創新高 你把它還原全值來看 台積電創今年新高 對吧 那除了台積電創今年新高之外呢 這個禮拜有一檔全值股很重要 哪一檔 2317的鴻海 為什麼 因為他禮拜四除息 他要賠4塊 那同志們你想想看喔 今天整個鴻海的股價 好像又快創近期以來的新高 那當他除完息之後 有機會再做填息的話 同志們你想一下 台北股市他會要怎麼跌 你今天台積電已經創新高了 那如果說這個禮拜四的鴻海的除息 又能夠有機會去走填息 那你台北股市本身有全值股 在做撐盤對不對 所以咧 你會發現到啊 為什麼 禮拜五的時候呢 台灣50他除息 除息一天就填息了 不只填息到今天為止 都還在創什麼 創新高 他創多久新高 創今年以來的新高 所以我一直跟他講嘛 你台北股市的指數呢 看起來好像在走震盪 那是因為除息的關係嘛 你指數呢會被蒸發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從台灣50的角度裡面來看 他跌不下去啊 當他跌不下去的時候 你說台北股市怎麼會有低點 所以你要把握這個軋空的機會 能夠讓你賺更多 好 那這方面要怎麼去賺更多呢 近期我跟會講過 我們的會員都在利用這樣的盤勢啊 除了賺股息之外 還去賺價差 什麼意思 你注意看 這禮拜的重點在鴻海 鴻海當時在6月份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低檔到了 低檔到了 而且我說這是低檔吃貨區 有沒有 結果你注意看啊 結果鴻海的股價 過盤整局創高 到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還在創高 到今天為止呢 2317的鴻海 看起來好像又快 今天盤整又創新高了 有沒有 又創新高了 好 那各位 你看喔 當時低檔買 結果呢鴻海創新高 那我問你啊 要不要除息 要不要參加除息 當然要啊 為什麼買的夠低 為什麼不參加除息 所以我跟他講 為什麼我們最近都在配股 都在賺股息之外 還在賺價差 當然我們鴻海 低檔吃完之後呢 他創高嘛 禮拜四貝錡4塊 我今天在line就跟你講嘛 買在低檔 我沒有參加除息 因為我要賺股息又賺價差 那當然鴻海不是說 只讓你賺這一段啊 今年以來的鴻海 前面最大段的那一段 當時在3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賺超過三成 現在呢又再繼續賺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我們整個獲利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波段 你會賺很多 而且你買的又安全 好不好 那像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不是只有一檔 你再仔細看嘛 上個禮拜已經讓你看到什麼 比方說環球晶 上個禮拜參加除息 配25塊 我們買到低檔 結果還原全息之後呢 他再創新高 有沒有 賺股息又賺價差 現在累積起來 一張賺了65塊 一張賺了6萬多 好到今天為止呢 你會發現喔 我們之前參加除息的股票 到今天為止 也是再創新高 為什麼 當初跟你講 核金低檔區嘛 對不對 結果呢 到今天為止再創新高 他配2.5元 你從低檔買完 到現在為止又快兩成了 朋友你想想看喔 你買在低檔 你根本不用擔心 而且你現在是賺了股息 又賺了價差 所以你還在繼續賺 好不好 那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呢 我們一直延續下去 因為這個盤 還有機會再走高 那如果說你前面沒有跟上的 說句話蠻可惜的啦 因為你今天看我們的LINE 盤該怎麼去走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整個操作策略 我們也都講得很清楚 但是呢都過去了 現在這個盤他正在走軋空 軋空手跟軋空單 所以呢你前面沒有賺到 你現在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好不好 機會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近期都在幫會員 布局一些 比較屬於那種低檔的股票 而且呢 才剛要走波段的個股 我記得上個禮拜 我們就有跟各位講過一檔股票 哪一檔 我直接拿最後的一張給你看了 我們當時LINEX裡面就跟他預告 低檔的股票 這裡介紹 鏡像電 衝上來了 有沒有 衝上來了 你低檔跟著買到現在為止 你只是在等獲利而已 有沒有 那這些個股你要怎麼去掌握低檔 能夠衝高的股票 我預計啦 這個禮拜照理說 應該要輪動到另外一個族群 這族群你知道 可是最近好像沒什麼動 這個族群是5G的概念個股 5G的股票都還在低檔的時候 而且比較偏東低價 那這樣的個股呢 近期在低檔 已經開始看到一些買牌 量能出來了 所以有些個股 當他一衝上去的時候 速度會很快 後面要走波段 而且呢 後面呢會有一個波段的速度 那所以呢最後的買點 你要趕快介入好不好 怎麼去抓輪動 我們都更會講了 那但是呢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掌握這些訊息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OK好 那各位 現在我們有一個 對你而言算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方案 不會增加你的負擔 但是我要讓你賺的更多 那這樣的方案呢 給你一個體驗價 好不好 給你一個體驗價 名額有限 我們額滿截止 這個體驗價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我要幫你掌握 另外一波新的輪動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好不好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可... 墨 grab 初詞今的記憶 先告知 我們要好 將會 在榮 一些 。